回去之後 忘記這裡在一起 忘記我 今宵大廈而昨晚已經播到第二集 就已經出現了這輯故事的三大線索 更將細網率先為大家解構 在詩華遇險這一幕 電梯的七和八兩的數字同時亮起 七樓半這個伏線 七樓半在今宵大廈二 是否一個很關鍵的東西 其實我和詩華看劇本的時候 七樓半? 你想想這件事多詭異 七樓半是將會牽動在 整個今宵大廈二的故事 今宵大廈的一條隧道 可以告訴大家 這條是甚麼隧道 大家看下去就知道 下雪 下雪? 中環飄雪場面 配搭詩華親自作曲和主唱的插曲 由歌詞到畫面都有伏線 出來之後 其實也沒想過會放到這麼少 真的完全是自己的興趣 之後發現原來阿世 我們在找一首歌給我和山中的愛情戲 我才覺得可以 這樣就發生了 如果想知道劇情是怎樣 其實在歌詞裡的歌詞 其實大家都可以發現到 有一個很浪漫 我問了, 接著有中環 滿天… 你想想中環落雪 這個場景其實為何會發生呢 不只是為了製造那場戲的氣氛而發生 是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 為何Ella會看到落雪 還有昨晚最後一幕天台戲 山沖全裸露鼓 山沖全裸很震撼 我問了, 究竟是不是你來的 你覺得呢? 正面回憶那個問題 當然是我, 那個 怎麼會有替身 沒找替身 全裸又不是這麼簡單 不是就這樣掉下來就算了 其實我的全裸是會牽動 到最後會解構究竟為什麼我會全裸 那就是你會不斷地全裸嗎 真的嗎? 我不斷會脫掉一點… 是這樣的, 今宵大廈的七樓半 在一個通道到尾 就會看到陳先生做真實的全裸 好害怕 這次今宵大廈是否只有兩個時空 就是現實和精神病院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只有兩個年代 但是否只有這兩個年代的兩個空間呢 大家繼續看下去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